这个老头正在做法 试图唤醒千年前的木乃伊 可一是刚进行到一半 他就突发疾病 把自己给送走了 阿黛拉彻底绝望了 这木乃伊复活不了 焦寿也死了 自己的妹妹也救不过来了呀 可就在这时呢 木乃伊竟然打了一个喷嚏 阿黛拉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而木乃伊则静止走到了妹妹身边 阿黛拉之所以唤醒木乃伊 就是为了一致 因为自己而变成植物人的妹妹 一年前姐妹俩像平常一样打着网球 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阿黛拉的一个回扣 网球正中妹妹脑门 头上的帽针掉落 还正好刺穿了妹妹的脑袋 虽然妹妹没有死亡 但却从此变成了植物人 为此阿黛拉非常的自责 寻变了各地的名义 但都束手无策呀 后来听说古埃及法老的医生 有着起死回生的神奇遗数 于是他不远万里来到了埃及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 很快就找到了法老的坟墓 可还没有来得极高兴呢 一会儿盗墓贼又闯了进来 他们要抢走这里所有的财宝 甚至就连阿黛拉也不放过 可阿黛拉丝毫不慌 他来之前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接着抽烟的功夫 阿黛拉点着了地上的火油 然后跑进棺材和木乃伊 掉进了地下河里 历经了千辛万苦 阿黛拉总算是把木乃伊带了回来 可要想把他唤醒 就必须找到一个叫老白的科学家 他琼琼一生都在研究灵魂的奥秘 就在几天前 老白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而他的实验竟然是 将一枚恐龙弹给复活了 甚至还把自己的灵魂和伊手龙 合为了一体 顾名思义 就是他们俩共用一条生命 老头张嘴 伊手龙也张嘴 老头抖走尖 伊手龙也会扑到几下翅膀 可令老教授没有想到的是 这伊手龙灵魂过于强大 不久后就脱离了他的控制 跑出来以后 还把警察局长给弄死了 就这么的老白被抓了起来 还被判了死刑 阿黛拉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就找到了那只伊手龙 送了条围巾后就说了句 要么缠服 要么铁国盾 伊手龙一看 这娘们也不是好惹的呀 是立马就老实了下来 就这么的阿黛拉骑着恐龙救出了老白 结果他们只刚回到家 猎杀恐龙的猎人就追了过来 还一枪打中了伊手龙 由于老白和恐龙是共用一条生命 他也受了重伤 眼看时间不多了 阿黛拉急忙把老白带回了家 按照要求摆好法阵后 老白也开始了唤醒灵魂的仪式 这眼看着就要长弓的时候 一手龙大叫一声就嗝屁了 下一秒老白也倒在了地上 看着还在沉睡的木乃伊和植物人的妹妹 阿黛拉再次陷入了绝望啊 可就在这时呢 木乃伊竟然一个喷嚏复活了 这时阿黛拉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希望他能治好自己的妹妹 木乃伊的一番话 让他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但木乃伊也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因为老白的精神力量过于强大 方圆两公里的木乃伊全都被复活了 这时阿黛拉突然想起 另一个木乃伊法老就在附近的卢浮宫里 一个小胖子正在溜达 突然木乃伊就拦住了他 阿黛拉看到这一幕也是无语了 就说了木乃伊几句 结果木乃伊都现不乐意了 随后他们就溜进了卢浮宫 但很快就被保安给发现了 这时木乃伊手一转圈 几个保安就被他给撂倒了呀 在木乃伊的指引下 阿黛拉打开棺材挨个儿询问 醒过来的木乃伊全都围在法老这儿 随着棺材盖的开启 沉睡了五千年的法老也苏醒了 法老一开始被人类给吵醒的 就很不高兴啊 一旁的木乃伊就赶紧解释说好话呀 还请求法老让他的医生 救救阿黛拉的妹妹 法老一听这是更加的不高兴了 居然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叫醒他 阿黛拉一看这法老又生气 就离花带雨的一顿哭啊 说的那是要多惨有多惨呢 那四个男人都难过每人关呢 法老也不例外呀 就被成功感动了 见法老这么说 医生就走过来查看妹妹的伤势 阿黛拉就说呀 如果要把帽子拔下来 妹妹就会死掉 可下一秒 医生把妹妹放在关在板上 接着拿出法老的内脏和特殊药剂混合 然后涂抹在妹妹的伤口上 最后又接了点 其他木乃伊的衣服进行包扎 完成这一切后 法老走了上来 别管占不占便宜吧 反正妹妹是真的复活了 阿黛拉跟他们告别后 木乃伊们也准备离开了 而刚才被下冤的小胖子 也醒了过来 他这这么的 一群木乃伊浩浩浩的 前往了尼洛河 阿黛拉救下妹妹后 再次踏上了新的冒险之旅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呀 因为他乘坐的是 太太尼克号啊 太太太